桃紅色菸花一朵朵展放 在自由廣場裡 民眾不用大老遠跑上山或出國 在市區就能賞映 每個人經過都忍不住拍照 留下美麗畫面 就這麼迅爛啊 然後把它捕捉 然後分享給我的好朋友 迅速比較少 都會知道一些像淡水的天員工 或是陽明山上才會知道 很少有這種一片的 温暖東洋戶外賞映 現在設施大約22度相當溫暖 但從賞映夜開始就要變天了 由於大陸冷氣團南下 常常開始影響台灣到初一 北部跟東北部明顯 最低溫來到12度左右 最適合泡湯跟賞鷹 開幕不久兒童心樂園 小朋友若想玩不僅要注意 除夕這天沒開園 建議等到初二或初三 北部氣溫回升 適合戶外活動 或是到木炸動物園走走 門口將有動物人偶向民眾拜年 初四到初五 中南部依舊是晴朗好天氣 但北部將有東北季風影響 可能下雨 建議改走室內博物館或美術館參觀 看展覽吧 最近很多地方都有 就是松山、華山都有很多展覽 很多展覽空間 除了華山之外 明天是沒有開的 真的 我不知道 春節六天連假 民眾出遊之前 記得留意天氣變化 還有觀光景點的春節營業時間 才能玩得更盡興 就黃建成本台北那麼大